台灣的電子發展 除了大家所熟悉的 看到Acer或者是ASUS的computer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semiconductor 就是半導體 另外一個就是芯片設計 台灣在半導體的技術 尤其是在5奈米到3奈米 這樣的一個 Integration的Technology 或者是在芯片的設計方面 可以說是全球的領先者之一 比如說在台灣的台積電 台灣這個機體電路有限公司 或者是MediaTech 就是聯發科科技公司 這兩個目前是台灣 或者是全大中華地區 可能是最領先的 最頂尖的科技公司 這個CSR的部分 就是有關公司的對社會責任的部分 其實在台灣 在法律上也定得很清楚 每一個公司都有對社會的 social responsibility都有責任 也包括我們大學在內 我所代表的我們叫做國立交通大學 是在新竹的科學園區裡面 那麼我們也有這個 University的social responsibility 就是USR的部分 那我講起來 這個大家一定覺得蠻有意思 目前我們推這個USR最大的一個部分 就是教小朋友們做程式設計 那這樣的一個coding的能力 我們認為是對整個的社會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目前呢 我們不但是有一個teaching的class 來教這個中小學的老師們 怎麼樣來教他們的小朋友們 有關這個programming coding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我們也同時要教這個爸爸媽媽們 那麼甚至教這個工程師們 那麼他們可能在過去都是 從事這個硬體設計的 那他們也需要得到這樣的 軟件設計這樣的一個能力 所以這個social responsibility的awareness 這個警覺性 大家都知道我們作為一個公司 或者作為一個大學 對我們的社會是有責任的 並且要有很明白的方法 來進行這樣的責任 謝謝 那麼未來的這個計畫就是聯合 有這個大學來聯合公司 大家來一起做 因為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所在的這個園區裡面 就是Science Park 科學園區裡面 有600多家公司 那其中有三分之二 有400家的公司 是我們國立交通大學的alumni 就是我們的畢業的 這些學長們所開的 那麼我們希望大學跟公司 大家一起來合作 那麼大學有大學的這個 教學的資源 有設計的這樣的一個資源 那麼公司有finance 有funding的這樣的一個資源 那這樣子大家合起來做的話 我們用這樣子做一個平台 來這個continuously 就是繼續不斷的來做 這個social responsibility 我想這個是我們未來的一個方向 好的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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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到這裡 讓大家 côt 都搖 兌遐 兌廠 鬥